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把好产品的出品观 千万别让坏人害了我们 喂 谁 苏仁孟 你找我有事啊 久违了 苏总 陈总 年轻有为啊 哪里哪里 感谢前辈的教诲啊 惭愧啊 还是你 给我上了好几课啊 对不起 我诚恳地给您道个歉 不管 从当初卧底迎福 还是同康座事件导致迎福的土崩瓦解 还是 你女儿的死 都是我的责任 对不起 唉 也不常怪你 本身呢 这责任也是我在先 另外呢 小夏 他不是我的女儿 蛤? 他是我助养的孤儿 他这人呢 命也太苦道 话一样的年龄 对不起 我也很心痛啊 可是你知道 我为什么不怪你呢? 您的胸怀真让我钦佩啊 你错了 其实啊 我和你 你父亲 还有你妈 我们四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复杂 我也不知道你父亲跟你说不明 我爸 我妈 他们谁都没有跟我提过 唉 如果不是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的话 我也想同样回答 可是就目前这种状态呢 如果我再不说的话 就真的无法控制 其实呢 我和崔洪卫 还有你妈呢 原来都是国营第三化妆品成的同事 但是 后来赶直了 我就和崔洪卫呢 合伙承包了三化 就是现在的公关 开始呢 性是特别厉害 但是后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利益分配不均吗? 不是 是我妈 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呢 可能会对你产生很大的质害 你 要有个心理准备啊 哦 您说 其实啊 你妈原本是我的女人 我们两个感情非常好 可是陈洪卫呢 他也一直喜欢你 就在我和你妈快要结婚的时候 陈洪卫採用悲劣的手段 把战出来 你胡说 你冷静一下 听我大话说啊 从此以后呢 我们三个人对此事闭口不停 可是陈洪卫呢 他心生傻着 又有些变态 他虐待你嘛 所以 你妈在 苏总 我们生意上的事情 没必要拿适者在这儿编故是吧 本来呢 我也去找过你妈 我说 我不计较过往 我希望他能回到我的身边 可是 你妈是个烈灵 说啥他也不肯 最后 我自杀了 苏总 您 演技不错啊 其实呢 我没有太多的报复心 但是我这一辈子 我唯一的梦想就是想让陈于洪卫 付出血的代价 苏总 我没心情听您再讲故事 我先走了 等等 你妈在临死之前 跟我说 你 可能是我的孩子 苏总 你这越说越离谱了你 陈洪卫呢 可能也知道 他为什么一直让你来搞垮我 我想啊 他就是想让我的儿子亲手毁了我 可是我妈为什么不亲口告诉我呢 你那个时候 你那个时候还小 你妈呢 怕你接受不了 再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 那就 功亏一亏了 你有什么证据啊 我可以和你去做个亲子鉴定 哈哈哈 苏总 苏总你想多了 孩子 其实啊 你就是陈洪卫手中的一颗棋子 他这人呢 太阴瑟了 就这一招 就让我们父子俩 同归于尽 你说破大天我也不信 他直接把我赶出躲望不就得了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周折呢 你现在躲望还不是传给我了吗 哈喽 我欢迎啊 陈家俊才是陈洪卫的儿子 啊 陈洪卫呢 本身就是个花心萝卜 就连他弟妹他也不会放过 你说说死得早 陈洪卫呢 就把陈家俊留在了躲望培养 在你和我斗的时候呢 陈家俊全身而退 重新成立了一家公司 等到躲望和我斗得两败俱伤的时候 陈家俊的公司呢 顺势就做上了国内 婴幼儿育化行业的通把交易 这盘大棋啊 他陈洪卫父子完胜了 这不可能 那我问你 躲望的配方呢 只有你们父子两位 为什么父亲公司会 为什么父亲公司 在三个月之内 用你们的配方 用你们的渠道 超过了躲望三十年的苦心经营 可是你为什么才来找我呢 我怕你太年轻 我刚从国外回来 不是他陈洪卫的对手 而我这几年呢 心脏不太好 一直在国外疗养 本打算呢 等婴幅超过了躲望以后 再来找你 没想到呢 你出手那么狠 把婴幅一锅给断了 好了苏总 你讲完了啊 那我们先走了 大总 答应我 跟我去做一个亲自鉴定 你别做梦了 那不可能的 那你觉得我刚才说的 在逻辑上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管有没有问题 总之 我不可能相信你的鬼话 孩子 你别走 你 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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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你去验个血 病人血经比较特殊 不要收血 我这亲生父亲的葬礼我都没能参加 他甚至差点死在我手 陈鸿卫太狠了 你可一定要冷静啊 现在一切都明了了 你想怎么办 我怕走了 我对陈鸿卫的唯一的用处就是 新的医生菌面霜的配方和市场计划 你想怎么做 我要让陈鸿卫一血拆血肠 还是他爸 收手吧 毕竟他也养了你这么多年 他养我本身就是一个阴谋啊 可是太危险了我怕你出事 不会了你放心吧 为了我和孩子 答应我别再和他斗下去了行吗 你想想 我妈我爸 都是间接死在他手里的 这个仇不报 我还有什么资格苟且偷生呢 我理解你 你支持你 说他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你只要好好待着好好养胎 你不要让我操心就行了 你不要让我操心就行了 你不要让他 你敢说是她不能够 我妈那是什么东西 字幕 李宗盛